突发雪红并会湍流 可能下一秒钟 立马就会有生命危险 冒险救援 生死考验 妻子和孩子在家里面 也可能这次也见不了 救于被救 舍生忘死 好几个人都眼睛死住 没办法 自己摆摆手 叫他们不要来了 不要来了 平安365 危机时刻即将播出 2018年6月底 一段洪水救援的画面 刷屏各大新闻和视频网站 视频中 消防员冒死失救 而被困河中的老夫妇 担心消防员的安危 力劝他们放弃救援 救援中 这段危急又感人的一幕 被周边的群众记录下来 便传到网上 广大网友纷纷为消防员和被困夫妇点赞 此次救援难度有多大 当时的情况到底有多危机呢 平安365栏目 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消防大队取得联系 对参与救援的消防员和被困夫妇进行了专访 6月23日 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境内扑降大雨 造成部分河流爆炸 上午10点06分 当地村民李中启夫妇 开着四轮拖拉机横穿喀让古河时 突遇河水猛涨被困水中 情急之下 他们只好拨打110报警求助 接警后 当地排除所和库车县消防大队的救援人员赶到现场 此时李中启夫妇所在的拖拉机车头已被淹没 太吓人了 当时水里面包裹根子 木桶 木桩子都滚滚来了 水一下子液一下子把车液翻了 我们两个的生命都失去了 当前首要任务是要在洪水上打开一条生命通道 指挥员决定尝试向李中启夫妇抛头绳索进行施救 我们第一次把抛头机打过去以后 因为当时风大 水浪大 对岸又没有我的任何警力 抛头机打过去以后 就那么几秒钟的时间就冲到河里面 而且抛头进来被卡到河道里面的石头缝里面 李中启夫妇被困的位置距离河东岸较近 然而因为附近没有桥梁 救援人员想要赶到东岸施救 需要绕行三个小时 河东岸没有我们的任何警情 也没有我们的救援力量 这时候我们只能单刀直入 从河西岸打开突破口实施救援 现场负责救援指挥的刘晓军决定 由熟悉水性的库车县开发区消防中队指导员李运飞 带领移民战士李隆隆从西岸涉水救人 水流越来越急 巨大的冲击力超出李运飞的预料 因为李运飞和李隆隆被洪水冲倒 第一救援方案失败 半个小时过去了 水位还在不断上升 水流也更加湍急 被困水中的李中启夫妇处境愈加威胁 我们正在商讨这个方案 然后在调集力量的时候 发现河东岸从北向南 开了一个农用四农车开过来了 这时候我觉得我们有了一些希望 我们赶快用困益器去喊 对面的把绳子拿下来 我就跟他喊 我说我们这边给你打个绳索过去 你一定要把绳索第一时间捡上 保护绳索架起来以后 我们就能够把老人来从河里面救出来 消防员将岸边的安全绳固定在救援车上 绳子的另一端系在了河对岸的突拉机车体上 这样河岸两边就建立起了救生所到 但由于对岸的支点是老乡绑定的 并不专业 绳索的承载力不能保证 仍有被洪水冲断的风险 这个危险是随时都会发生 而且一直是存在的 不管是被控的老人还是我们的救援人员 必须要去救 而且立马要把人救回来 当时在场人员会水的 就我和李龙龙水性比较好 第一次下水之后 李龙龙喝水呛了之后 当时我心里面也是特别的担心 担心第二次下水 如果再发生什么危险 再一个就是对岸所到 架设是一位老乡架设的 然后我们基本情况也不知道 当时也没法跟对岸去交流 它打了一个绳索的程度 在我们心里也没问题 我就是当时为我们交代者请示 我说这一次我自己下 虽然已经做了充分的预判 然而当李韵飞再次进入 湍急的河水中 他发现实际的难度 比预判的要大 李韵飞这个水位又涨了 然后水位的速度也又大了 两个手借助腰部力量 切到这个锁道 还是一步一步往前走 但是当时走的还是比较艰难 经过努力 李韵飞艰难挺进到了 距离李中启夫妇 只有两三米远的地方 我就是信念 以前就是把这两位夫妇 从水里面去放 看到他们在我说什么 但是我根本听不到 因为这个洪水的杂音太大了 就在李韵飞即将接近 图拉机上前救援的时候 最让他们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的 他再次被洪水冲倒 我当时就在想 你有我那上肢力量 两个手的力量 能把自己能不能抽起来 抽起来之后 然后就是两个腿 能不能再次站起来 然后经过几次挣扎之后 感觉确实这个水力比较大 自己完全是不可能再站起来 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流泪都哭 没办法 只有白白手叫他们 不要来了 不要来了 再次被湍急的河水冲倒 在水中挣扎的李韵飞开始枪水 泥沙和洪水不断涌入 使得李韵飞一度陷入了昏迷 老乡立的梦记也救不了 这次自己也回不去了 然后脑海里面一下就出来了 我妻子和孩子 也可能这次也见不了 这个时候他给我招了个手 浪一浪 各国一浪 都在他的头上过了 而且这个时候 他的脚已经放不下去了 继续让他坚持去救老人 已经是不可能了 不现实 这个时候我要保证 我的救援人员的安全性 所以说我想呢 还是要让你们再次回来 都是年轻少长的小伙子 日日都是父母生父母养的 何况自己也有孩子 家里唯一的儿子 和他们也都差不多大 养活那么大 为救我这个老太婆 万一灭掉了咋办呢 你看我是不是亏钱了 那这是啤酒一个人 把头抬起来 就在营救李运飞的过程中 刘晓军向第二个中队下达命令 要求他们紧急赶赴现场进行增援 与此同时 医务人员也迅速向现场集结 上来我一看李运飞满脸是泥沙 疲惫不堪 脸上是切青的 当时我心里面非常痛 我在他胸部上拍了一把 拍了一把 我说兄弟怎么样 你们可以说还行 危险 当时我面对他 我的眼睛我感觉吓唆就出来了 这时当地派出所的民警 及时赶到了核对案 他们和热心群众一起 利用消防队员搭建起来的救生所到 将李忠敬夫妇成功救上案 看到老乡被救了上来 核西岸的消防队员们 终于松了一口气 随后 枪水严重的李运飞 被紧急送往了库车县人民医院 经过检查 李运飞被诊断为 缺氧性脑病和吸入性肺炎 需要住院治疗 他们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 一直往前冲 来一次又一次 心疼他们 用车县训练 担心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你的心里 却熟悉你的 你的面容 回答 回答 爱你是否 你又漫强热训 诉说着忠诚 我可爱你 消防离休 你的爱好好无别 你的情 我漫强热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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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看似普通的消防出警行动 刷遍朋友圈 本该去火场营救的消防队员 为何会被困在路上 人士叫好久的车子都出来 全部的人全都把车用来 都一直在路上 围停乱停 这些不被重视的交通漏袭 也许会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 平安365危机时刻继续播出 2018年7月9日 上午10点半 四川省南出市顺庆区玉营路 五星小学的门口景声大作 三辆出警消防车 在驶出驻地不远的地方 就被违章停放的车辆辅导 无法前行 接到报警是南门巴 那边有一个小区 那是高层20多楼 然后发生了火灾 我们接到报警情况危机 然后我们就出来了 出来了一共是三台车 然后我们到达不够的事 人也比较多 车全部都把消防通道站到车 火情不容耽误 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被堵在消防通道的救援人员心急入焚 我们明了警地也协调了现场的交警 车主在上面也是落的 然后车主没有在的 然后我们就只有勉强过来到的 然后后面的抢烟车还有供需车 然后车体比较大比较长 然后就没有通过道 情况万分紧急 无奈之下消防车只好详行抵开围艇的私家车 勉强通过道路 消防车从那边过来嘛 然后站那里堵了很久 我看到的就是堵了很久 然后这里停了很多车 当时它没办法了 就只能从那个很小的一个路那里过来 然后就拨到了这辆车吧 在驶出五星小学门口后 消防队员继续前往火灾现场 索性现场火势不大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而在五星小学的门口 围观群众还在谈论着刚刚发生的一幕 据了解 从消防中队到达火场 御英路五星小学门口的道路是唯一的通道 并且御英路正在进行施工改造 整条路禁止车辆通行 只留下一条消防通道 并且设立了醒目的禁停标志 交警部门也派有专人之手 但即便是这样 一些车主仍然置若罔门随意停放 五星小学的门口 儼然成为了一个停车场 在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 私家车围停乱停 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在御英路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正是因为这种履禁布置的违规站道乱停车行为 才发生了消防车顶撞私家车事件 交警部门表示 私家车围停占用消防通道 消防车为了紧急救援可以强制推理 此类事件并非通事故 不会出具事故责任任列书 此次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 有的网友给消防点赞 也有人提出了质疑 堵塞消防通道的私家车是否应该受到惩罚 消防车强行通过是否合理 受损车辆应该找谁赔付 针对这些问题 四川省南充市消防支队 顺庆大队玉英路中队的副中队长做出了回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四条第五项之规定 占用阻塞封闭消防车通道阻碍消防车通行的个人 除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强制执行 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在这起事件中 私家车车主占用消防通道属于故意行为 也是违法行为 因此消防队有权向私家车车主提出赔偿 目前交警部门已经按违法停车 对相关车辆进行了处理 三辆私家车车主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违法行为 并感到后悔 在这起事件中 私家车车主 从个人的仪式方面 不是交通警示标志 不是交仿通道的阻塞 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结果 个人的绞性心理 换来的是多个执法部门 对其特效有法可疑的处罚 2018年7月18日晚上8点半 云南省大理市威山消防大队接到报警称 威山县南昭镇开南村 有一条长约三米的蛇 正在米康堆中引起村民极大恐慌 由于事发时已经天黑 这给捕蛇带来一定难度 借助手电筒的光亮 消防员利用捕蛇器成功勤注蛇身 并用胶带封住蛇口 防止其攻击造成伤害 据了解 被勤注的毒蛇是一条巨型眼镜蛇 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捕捉后 消防员将蛇移交给森林公安处理 平安365提醒您 夏季是蛇类频繁出现的季节 居民区周边可能会有蛇出现 一旦发现后不要惊慌失措 切记擅自动手捕捉 要及时报警求助 确保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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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